引接着要带您关心的是马总统 今天亲自教育阿帕契攻击直升机的 接机典礼跟操演 阿帕契性能优越 马总统想要称赞的时候 却把飞机的型号都给讲错 10点钟方向 空中分电机队 直更距离 通用直升机暂收直升机 踩编队飞行方式 依通过阅兵台前方 最受瞩目的就是H-641 阿帕契攻击直升机 让我们以热烈掌声 欢迎他加入国军行列 灵巧的机动性 加上飞行员精湛飞行技能 将阿帕契这批战马的性能 发挥淋漓尽致 一号机向西脱离 实施引掩蔽 二号机以大角度方式向上爬升 向右实施爬升急转 引擎声正儿欲龙 大幅度爬升又马上转弯 反应迅速敏捷 展现机动力 现在一号机正式迅雷 不及严格的速度 伴随强烈鹰宝声 急速通过阅兵台上空 通过跑道后 实施急速爬升 向左急转 此为高难度的飞行动作 主要是飞行员在战场上 增加存活率 阿帕契精彩演出 马总统也看得入神 而如今 最新世代的 AH-64E 阿帕契直升机的加入 更是如虎添翼 一时口误将阿帕契型号 说成63显得有点尴尬 而AH-64E 阿帕契是目前全球最强的直升机之一 现在这都国军将能更灵活战略 提升整体作战能力 欲电TV陈明燕 萧炳仪台南报道